小紅綠 一千三百多 incent 洗洗水 你就趕緊要給牠 頭髮斑白 帶肆粗瘋眼鏡 現年七四歲的 曾靜一 養烏魚已經超過二十五年 烏魚就像牠的心甘寶貝 每天都要來看看牠們 在家裡大陸 有時候不可以處理外面 從養殖到製作烏魚子 都在當地一條龍完成 他堅持取出的烏魚卵 只用粗鹽醃製 不加化學調味料 曾經一在雲林口湖的魚溫 一年就能產出四萬條烏魚 兒子媳婦和兩個女兒 全被他訓練成烏魚達人 所以這個你一摸就知道 大概是怎樣 對 大概啦 做烏魚子 做了差不多十幾年了吧 從魚溫撈魚到烏魚子製成 得花兩個星期 曾經一全程參與 因為這是他畢生心切 而談起創業初期 他很驕傲 卻也有點奇酸 創業創業就是有壓力 氣你也要接收 路你也要接收 你不能說 這裡創業之後你都不賣 對嗎 你如果這樣可以就創 不過烏魚養殖 只得看天吃飯 遇上暖冬 烏魚節軟不理想 就算虧錢 也只得默默彼職接受 人家說台灣 沒有三年的好風景 要稍稍下去放一個 豬魚子的小孩 五年破了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今年 就要更差 更差的時候 決定就要怎麼做 做自己的心態 要有一個準備 對烏魚細心呵護 25年如一日 因為對曾經一來說 事業成功最重要的 就是堅持 在哪裡拔到 一定要在哪裡起來 這是我一生中的精神 東森財藝新聞 劉沛啟無優術 在雲林採訪報導